又一位女明星倒下,仅29岁因接电话意外去世,葬礼上妖臣哭成泪人。 在娱乐圈里,说到红颜薄命的女星还有很多,例如还朱格格、钟寒香的饰演者刘丹、温魅玲、陈小旭、李玉、姚贝娜等等,而小编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位女星叫做潘心意。 看过,金粉饰家的网友应该对剧中扮演风姿绰约的酸鱼太子。 印象深刻,她就是饰演者潘心意,当时年仅22岁的她因出演该剧被观众所熟知,之后火了的她片约不断,又与李佑斌合作曾演过电视剧《大江东去》,在剧中饰演了贺瑶。 潘心意的心路可谓是无险光明,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相信很快就能红起来。 不过她却非常的不幸,因为一通电话被玻璃碎扎到了大洞脉失血过多不至身亡,年仅29岁就这样相逍遇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潘心意的追悼会上来了一群亲朋好友老陈温兆伦等圈内众多好友到场为他送别 作为室友的老陈来送他最后一程 作为室友的他老陈显然是不愿接受的一路痛哭甚至运了过去 作词曲 李宗盛 据悉潘心意与男友温兆伦将举行婚礼却不幸发生意外 作为未婚夫的温兆伦内心也是非常心痛 如果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潘心意与温兆伦已经结为夫妇令人感到惋惜 作词曲 李宗盛